当我今天要去找关系的时候 我就会透过 例如说我想要知道 每一个客户 他销售跟利润 划出来的结果 所以我们在这边用散步图 散步图 那散步图 要有一个详细资料 然后一个X轴 一个Y轴 这X轴跟Y轴都是数值 都是数值的栏位 数值栏位 好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 我看的是客户 对不对 所以我就勾选客户 勾选客户 他就会把客户名称 放在这个详细资料 接下来我勾选销售额 他就会放在X轴这边 就是每一个客户的销售额 接下来呢 接下来是不是 再看Y轴 Y轴我们看利润 所以这就是700多个客户 对于公司 公司 我们的一个销售利润 画出来的散步关系 可以吗 这个散步关系 你看到什么事 你看到什么事 老许现在你只能解释说 其实有些客户 有些客户 他在我们的向线的什么位置 好 例如说 例如说通常我们要解释 我们要解释这条线的话 我们会用几条很特殊的线 请问散步图应该会画吗 散步图就是 一 选择散步图 二 客户名称放在详细资料 三 销售额放在X轴 四 利润放在Y轴 是不是就可以画好散步图了 画好散步图之后呢 因为我们要解释这张图 给老板听 或者给别人听 这个时候我们会加画辅助线 请问一下 销售额的辅助线 我用平均销售额好不好 因为销售额都是大于零的数字 所以我们拿平均销售额来观看 我们大概就可以知道说 哪些是大的客户 哪些是小的客户 可以吗 平均 好 所以呢 用这个分析 分析里面 X X 常数线 X 常数线 我们不要画X常数线 我们画那个平均线 画什么平均线呢 加入 这边是销售额的平均线 在这里 有看到吗 销售额平均线 所以这个平均线意思就是说 大于20个钱 就大于2万以上的客户呢 这是对于我们来说是比较大的客户 小于2万以下的就是小的客户 因为销售额只能看到销售额高跟销售额低 同意哦 那请问你 利润 我们要看到这边有一个零 零千 零万 零亿 其实答案都是一样的 就是零 利润我们看的是零 可以吗 零是代表什么意思 零以上代表 有利润 可以吗 所以我们利润是看零哦 这样可以了解我说的意思 举例来说好了 那个收入 收入 你要落在什么地方 如果你在做那个收入的一个散步分析 那个比较的依损 我们是不是会切到那个最低薪资 一个月最低薪资那个数值 同意吧 这样知道我在讲什么 你不能每一个都用平均 不然就是每一个都用零 这是不对的 你要依实际的情形 然后接下来我们来去看 这边是不是有一个零千 所以请把这个叫做Y轴 所以我们把Y轴常数线加入 加入多少呢 零 我要加入是零 请问这边是不是就画好了四个项线 这个叫第一项线 第一项线 这个是第二项线 对不对 第二项线 应该还记得吧 这是国中数学 第三项线 第四项线 好 那请问一下 我们要是以利润来看 这个零以上叫做有利润的客户 所以这个第一项线的客户是好客户 第二个项线的客户也是好的客户 对吧 反正只要在这条线以上的都是好客户 那这以下的呢 都是不好的客户 请问第三项线的客户比较不好 还是第四项线的客户比较不好 第几项线的客户比较不好 确实 第四项线 为什么 销售额高 利润 利润低很多 可以吗 最不好的客户是谁 如 不管你念如阴如言如爱 如还有什么 反正不管什么 就是他 为什么 因为他销售额很高 结果你也倒贴了很多很多钱给他 可以吗 不过我跟各位报告一下 这是你在解读资料的时候 你要区分哪些是好的客户 哪些是不好的客户 然后哪些是最不好的客户 好 那可是我觉得更重要的还有一条线 叫做趋势线 趋势线 不要忘记画了 趋势线在这边 加入 趋势线告诉我们什么事情 趋势线告诉我们什么事 这家公司的销售额跟利润存在什么关系 这很相关 对不对 这才是最重要的重点 就是什么 销售额越高 利润越高 而且是服从这条趋势线的 只是服从的比例 这是很重要的 可以吗 大家知道我在说什么 所以我说 为什么说最不好的是这个客户 因为他销售额要是在这边 他的利润应该是在这个地方 利润应该在这个地方 结果他现在利润 他从这个地方跌到这个地方 他是不是跌了最多 所以我是不是说这个客户是最不好的 好 有听懂我现在说的这个意思 换你们去做了 这三条线来去构成分析的依据 好 这是请你们现在动手来去做一下 黄金法则是销售额高利润高 然后透过这样子的方式 我们可以找出最好的客户是谁 等你们告诉我答案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要再重新跟你们分享 就是说散步图他可以找关系 例如说黄金法则这家公司销售额高 利润高 就是从这条趋势线找出来的 再来我们可以用两条线来去做四个挂项 然后接下来去分别探究上面利润 有利润的这都是好的客户下面是不好的客户 再来你还要知道说最不好的客户 其实他就远偏离远偏离这条线 那我们来去看一下最好客户第一名 徐山第二名黄磊第三名田磊 然后最不好的客户呢 第一名黄磊 然后接下来还有牛慧 马慧英 牛慧 苏 苏利明 苏赛明 好 反正这些都是不好的客户 然后针对这样子的结果呢 我们通常会关心就是说 十大好的客户在这边 十大好的客户在这边 十大不好的客户在这边 可以哦 这大概就是我们关心的 那历年的变动会是怎么样 所以接下来呢 我想换另外一个方式来跟各位介绍 行为模式 行为模式 好 为了上课方便哦 我再画另外一张图 去教各位 那个行为模式分析 行为模式 我们来去观看一下 什么叫行为模式分析呢 首先在这个地方 因为我们这边的产品 有类别产品 只类别产品 所以我们一样化 只类别产品的行为模式分析 所以只类别 对不起 这第一个应该点什么 散布图 然后只类别 它就会放在详细资料 然后一样是销售跟获利 销售跟利润 我们这边是不是画出来这些点 请问 这张图跟刚刚那张图其实是一样 只是 刚刚我画的是客户 现在我画的是不是纸类别 因为等一下我要让它跑 客户有700多个客户 他这样跑 他等一下会影响我们的效率 可是这边只有19个纸产品 这个19个纸产品 他等一下跑 我觉得比较不会影响到 我们的那个效能 电脑效能 他是跑得动的 然后我们接下来 再来观看一下 接下来我们再来观看一下 这边 这边 我们因为要让它跑 因为要让它跑 因为我们要让它跑 所以它在这边只有散布图 它多了一个叫播放轴 请问播放轴要放什么资料 播放轴一定要放连续型资料 什么是连续型资料 所以请把订单日期搬到播放轴 然后请把这个订单日期 不可以改成日期 不可以改成 不可以是订单日期 订单日期就一天一天这样子来去跑了 我们要的是日期阶层 你看一下 这边是不是多了一个播放轴 它是不是会有在动 对不对 为了我们观看方便 我这边我只是 我跟刚刚的做法只有差 增加播放轴 而且请把播放轴改成日期阶层 好 为了让大家观看方便 所以我会把详细资料 详细资料我直接放在图例这边 为什么放在图例呢 这样是不是就各个不同的颜色别了 刚刚是不是同一种颜色 好 我现在我只 或者是 或者是我希望它是不同颜色 所以我干脆把那个类别 搬到图例这边 它这边就技术类的是黑色 家具类的是红色 你最好是把主题稍微切换 切换成高对比 太暗了 高阶主管看的 高阶主管看的 可是你有没有觉得这个点太小了 对不对 好 我跟你讲 你到时候 到时候你一定可以想见一件事 假设这边有萤幕 这边有萤幕 你资料分析的人就坐在那边分析 然后呢 那个主管他就在这个萤幕前 他都不会坐在桌子上 他就直接在萤幕这边来去讨论 这边填满点 可能是这个吧 没有 类别标签 图案 可以吗 其实这张图都有资讯在里面哦 你有没有发现哦 这个 这个类别办公用品好可怜哦 这干脆都不要生产了 因为他的量很小 只要留住这两个 然后呢 这个蓝色的 你有没有看到 还不错 还不错 他在至少在这条线跟刚刚这个的上面 还有呢 这个 这两个就不好 尤其这个最不好 这个最不好知道吗 刚刚我们的分析 这个是不是最不好的 这个叫做桌子 好 我们再来跑一下 尤其请你关注这个点 还有这个点 同一类的 这叫书架 这个叫桌子 好 点它 你有没有发现哦 这个点 它就是往 努力的往右上跑 往右上跑是什么意思 销售额高 利润高 可以吗 这是公司的基本黄金把折 就是这样子 那这个呢 这个 仔细看一下哦 他是不是最后一年往右下冲 右下 往右下冲代表什么意思 销售额高 利润低 这完蛋了 老板只关心利润嘛 你觉得老板会先关心销售额还是先关心利润 当然是利润啦 好 结果 结果呢 每次卖钱还要拿着钱给对方 那是不是尽早 尽早断会比较好一年 好 我建议各位 应该是要这样子啦 这个地方点一下 这个地方点一下 因为等一下我要介绍行为模式嘛 我就在讲这个 那你怎么样两个都存在 加按什么键 控制键 可以吗 因为我们要看的是这个行为模式 你们看出来这边有一个点吗 这边有一个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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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各年的行为模式表现 你不能看用一个单点来去衡量整个过程 可是你可不可以换一个方式 就是我平均考量它的过程 可以了解 过程重不重要 重要 好 我刚刚讲刻意讲了很多 很多的内容 其实我没有讲很多 我只是终结 早上我把那个格式是不是分开讲 现在我都合并在一起讲 我刚刚多讲了 只有多讲一件事 就是播放轴的设定 比刚刚上一个客户分析 多了一个播放轴而已 我的意思是说 请问你会不会画各个子类别产品的销售利润 散布图 会画吗 就是你选子类别 然后销售额跟利润 画完之后你是不是要加播放轴 播放轴唯一只能放的就是连续性资料 就是日期把日期播放到播放轴 然后记得要把它改成日期阶层 再来请你调整格式 把那个点换大一点点 好 请你们现在动手能去做一下 我看看你们能不能做出来 这叫动态图 看行为模式 因为它还剩一点资料 我们现在把它讲完 例如说我们会希望呈现它的标签 所以你可以点选格式 这边是不是有类别标签 可以把它打开 它就会呈现它的类别标签 稍微把字放大一点 好 所以这边可以看到 书价这个是书价 书价的2013年在这里 2014 2015 2016 所以它是不是从左下跑到右上 符合公司的那个黄金把折 就是销售额越高的时候 然后利润也增加 那可是桌子呢 桌子我们现在来去看一下 桌子是不是偏离这条线 偏离这条趋势线 然后这当然就是值得我们来去关注的 只要是偏离趋势线 都是我们应该要特别关注 举例来说像桌子 桌子它应该在这个位置 利润应该在这个位置 可是显然它是不是有很大的一个落差 这从7000到负1万了 负50 负50个千 负100个千 负100个千就10万了 负10万了 对不对 这中间落差其实是非常大的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就要来去看到说 其实桌子在2013 2014 2015 其实这三年表现都还不错 但是到了2016年表现就直接下滑 所以如果我们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我们在知道说公司的那个趋势 我们在2013年的时候 它是不是就已经卖得不好了 对不对 它是不是就已经下滑了 到这边 我们就段式赚完 就是我就不要再卖这个东西了 那是不是就不会有2014还是停留在这个地方 就是有销售而且获利是复数的 2015年是不是在这个地方 那2016是不是跌到这个地方 那是不是如果在2013年这个趋势分析 为什么我现在有很多人 他们就是拿趋势线来去看 只要它差太多 这个代表利润是不是差很多 它就干脆结束 它用这种方式来去做预测 好 所以这样子来去看的话 确实它在2013年 它就应该要结束掉 而没结束 所以代表这家公司没做这个趋势预测 请问一下 如果您是安洁丽娜穹领 然后亲眼目睹 妈妈因为什么乳癌而往生 阿姨她的姨母就是她的阿姨 也因为乳癌而往生 所以医生告诉她说 你有97%的可能性 也会罹患乳癌 现在还好的情况之下 您愿不愿意割除掉乳房 听得懂吗 她是不是就决定她要割除乳房 有听懂吗 我讲的是真实的例子 医生都已经跟你讲了 而且她的从那个基因 因为乳癌它是有可能只有遗传性 然后她的妈妈她的阿姨 都是因为这件事而往生 所以她又有非常高的风险 好 所以她就做了这个决定 她在好的情况之下 就做了这项决定 这样了解我在说什么吗 我没有恐吓 你们这都是新闻报道出来的 所以你看这个有做趋势预测 跟没做趋势预测 是不是就会有差别 这样了解 在座一定会有主管 反正主任不在 你们一定没有做趋势预测 对吧 那现在很容易做了 至少你要开始做 可以吗 然后接下来你就会说 那我该怎么做 你先把趋势先画出来 然后看看哪几个是我们要关注的 请问一下 趋势线刚刚是不是有讲到 现在已经不能画趋势线了 现在不能画趋势线 但是趋势线是不是这样子 由左下到右上 请问收纳剧 收纳剧是不是销售额在这个地方 但是它的利润是不是增加的 所以我们通常只会说 收纳剧是我们公司的明星产品 我们应该要好好的拥有住 把握住 它的市场的价值 可以吗 那请问你 器具是不是我们应该要看看 考虑一下 要不要把它就是减少生产 为什么呢 因为它远离我们的趋势线 请问是利润远离 还是销售远离 利润 有没有问题 有听懂 那至于在这条线上就都还好 可以吗 这是我要特别跟你讲 不然的话 不然的话 刚刚讲的这一个散步分析里面 这条线 这个趋势线 这边 本来可以画 本来可以画 为什么现在不能画 因为加了播放轴 因为加了播放轴之后就不能画了 还有一件事 你不能说 我们现在是不是看销售额跟利润 我不能说我从那个产品来去看 跟从客户来去看 画出来的趋势线是不一样的 不可能有这种事 一定都是一样的 这样知道吗 这家公司的销售额跟利润 你看你要用什么来去画 画出来的结果 一定都是这样子的趋势线 好 那有例外 有例外 例如说类别 因为趋势线 至少你要给它足够的点 来去画这条趋势线 算那个RSS跟LSS 那你不够的点数 它可能画出来的趋势线 就是不精确的 我只能说会补充讲到这个地方 那就麻烦请你们来去 一定要能够理解 你看我先刻意的把那个播放轴线拿掉好了 我把播放轴线拿掉 为了画出趋势线 你有没有看到这个是不是我们关注的重点 我们看 我看这些资料 这么多资料 我只会看远离的 例如说收纳锯 收纳锯 是不是远离这条趋势线 还有器具是不是远离趋势线 桌子是不是远离趋势线 桌子早就该在2013年 断市断晚 就应该要停止生产跟买卖 对吧 因为这边行为 刚行为模式告诉我们的 可以了解 那这边器具呢 器具刚刚没有看 请问 器具2013年在不在那条线上 在吧 对不对 对吧 如果你是这家公司有做趋势预测 2013年 因为它在那条线上 所以继续生产 应该还没事 2014年 虽然2013年做了一个这样决定 但是影响到2014年 2014年有看到吗 它影响的是销售 还是影响的是利润 销售 但是很奇怪的是 利润居然增加了 同意吧 所以有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利润增加我们不会去管它的 对不对 2014年没事 而且它也在这条线的上面 好 请问2015年 2015年 如果你是主管 你是不是就应该要 做一个重要的决定 做什么决定 要不要停满 要不要停产 要吧 对不对 当然要啊 为什么 它的利润已经低于那条趋势线 可以吗 那就不会有2016 更低于那条趋势线 对吧 可以知道我在讲什么意思 你应该要有止损点的概念 没有的话回去想一想这一段 不然你图画出来很简单 不会解释 或者是不知道该怎么用趋势线来去做 用趋势线来去做决定 这已经是大部分百分之七十八十的企业在做的事 而且一定要会做这件事 你要是趋势线 这座都会画趋势线 以下是不是都会画趋势线 那趋势线没有在使用 那不是很可惜吗 趋势线如何做预测 我在猜想可能不止你们的用 很多人都没用 反正就是画出来交代了事而已 不是 他有真正背后那个趋势预测的重要性 可以 所以不能只做趋势 不做预测 不然就是有绝而没地 好 那就给你们参考一下 换你们来去做 要看的就只有那个偏离趋势线的 那几项子类的产品 所以我们可不可以从 用趋势线来去衡量这个客户 要往来或不要往来 可不可以猜猜看 而且猜的应该还蛮精确的 可以吗 可不可以用趋势线来去猜猜看 这个产品 该生产 销售 还是该停产 该增产 还是减产 还是停产 会去做比较分析了吗 会去做趋势预测了吗 会 至少我会 不理我 就只要自问自答 先生名贵是 廖先生 到时候 到时候我一直问你 你就下次又不来 你那些 许先生好 至少我们两个人回应一下吧 好不好 不过通常坐前面的人 你看主任 他叫你 他不是离开吗 他说 下午他有礼拜去开会 他叫你坐这边 这代表你在地震 应该蛮受气重的 加油 未来真的都是 早知道的人的天下 好了 继续咯 请问动态分析来去做行为模式 重要吧 决定来说 我今天有派一个代表 去参加国文演讲比赛 然后呢 许同学 他的表现呢 反正中规中矩 每次就是90 89 91 90 89 88 92 就是这样子 中规中矩 就是维持的那些 料我同学呢 一下70 一下100 一下30 然后 每次都100 100 又掉下来 80 你觉得你会要用谁 你这样可以了解我的意思 所以拿资料来去做 做比较分析 然后我想你应该 会选择 就是大概都是没持在那个水平 可是呢 不要用平均来去看 这样是掺着每一次的行为模式 然后再加趋势 好 但是趋势线好不好 我只能说那是比赛尔的时代 我们还有比它更好的 下次我们才能告诉你 还有移动平均 你知道股市都是在用移动平均 股市 股市画出来那个日坑线 日坑线 什么最大值最小值什么 我只能告诉各位 我们现在都是在用那个三日平均 三日的移动平均线 什么五日的移动平均线 来去观看这件事 好 那我们接下来再继续来观看哦 这个叫做行为模式分析 动态行为模式分析 好画面就用一下 你看动态图它也可以呈现 还蛮好玩的吧 好 当然你也可以去看一下 这样子的图的呈现 那其实从这张图 因为我刚图例加了一个 叫做什么 类别 所以你有没有发现 好像各个类别哦 这家公司有一个特色哦 就是有两个明星产品 然后有两个不好的产品 然后有两个好一点的产品 有两个比较不好产品 好 这都是这家公司的那个产品的特色 所以我们都会希望说 把这些资料呢 能够再提升一点 什么什么个提升法 我们是不是应该想办法 把这些东西啊 努力的放到这个地方 冲到这个地方 怎么达到这件事 如果把这些东西增加销售 因为你增加销售额 是不是利润就会上升 那怎么样增加销售额 打广告不就是一种方法 做促销是不是一种方法 反正你只要想办法 增加销售额就好了 你至少要想到五个 五个方法 五个方法 然后念完博士要有十个方法 那念完大学至少要有一个方法 到两个方法 可以吗 好 这真的是有差别的 这真的是会有差别 你不能跟老板讲 没有想法 没有想法 好吧 那下次他就会又来问你 今天有想法了吗 那我们继续来观看 在Power BI做大数据分析里面 我们先来讲这个新功能 叫做关键影响因素 那关键影响因素 它更需要知道 我到底要分析什么了 因为老板想要看利润 对不对 获利的情形 获利的表现 既然老板想要看这件事的话 那到底是哪些因素影响 是因为产品的种类吗 是因为 例如说销售数量吗 是因为折扣 还是因为销售额 有听得懂我的意思吗 绝对来说 我现在我想要去了解 我想要了解 有些人得癌症 他就是不会死 对不对 那癌症 不会死的关键因子是什么 有听懂我现在在说什么 所以你觉得 假设我想要去研究这件事情的话 我是不是要把很多很多因子 我们来去看 然后来去最后做一个结论 那在这个地方商业资料的分析里面 那我可能我的outcome 我的一个结果呢 就是获利 获利这件事嘛 好 那我现在呢 我就想要去做这个 关键影响因素的分析 你看这边我到底要分析什么 我要分析的就是利润 我要分析的是不是就利润 那请问一下我依据什么呢 我依据 我依据 我是不是有销售额 说明依据 依据什么 依据销售额 说明依据什么呢 好 例如说说明依据折扣 因为有些人就给他折扣 他就是会有 他就是会有那个 呃 例如说打到9折 你会不会想要买 Apple公司的iPhone11 会不会 没心动 8.5折 我跟你讲啊 根本就看不到9折 最多了不起那个 学生价好像是95折 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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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折扣你觉得会不会影响利润 会啊 你打的折扣越多 我是不是就可能会去买了 对不对 然后 然后 我有没有可能 那个因为数量 数量 就是购买的数量 我一次买一个 或一次买两个 或一次买三个 影响到我的利润 好 我现在就讲这放这三个 来去看他到底画出来是什么意思 请问这张图 画出来很简单吧 你只是把什么东西搬到分析 什么东西搬到依据 对不对 好 各位 这就要画说回来 我们 我们以前有一个很简单的数学公式 叫 Y等于AX加B 对不对 好 后来变成什么 Y等于AXY 加上BX2 加上CX3 再加上D 好 以此类的ABCD都是常数 都是一个数值 就对了 那个X1 X2 X3 是不是就是 因子 就是 会 改变 会影响 Y的结果 可以吗 所以 X1 X2 X3 我们要去推出Y 它的一个组合 那是非常非常多的 这样了解我们在算什么吗 请问一下 你觉得这个数学式子什么时候出现的 大概国中就出现了吧 对不对 可以 什么 自变数 可是真的 那个时候我们的国中数学 国中数学 真的 你现在回想起来 你都不知道在学什么 反正 反正你好像已经很久很久没有用到我刚刚讲的这个数学式子 可是现在我就在跟你讲那个Y等于AX1加BX2加CX3 可以 大概知道我在讲什么 好 那 它直接帮我们算出来 我们就来看一下 这个是不是最最最最最最右边 这个值得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个是不是最左边 对 好 我们先点一下这边 他说 关键影响因素 它分成有正向的增加 有增加的 有减少的 有增加的 有减少的 那我们刚刚比较关心的是增加 增加 那增加在这个地方 我们先来看这个 这个 我们当然先看第一个 第一个他说什么 他说 折扣为零 请问折扣会不会有负数 不可能 折扣就是零到一之间 对不对 零 零代表不打折 一是代表不打折还是零 零 零以下 他真的有零 他真的有零以下的 就是负数 就是负数 折扣里面有负数 是一件很奇怪的事 这边有没有看到 有零到零点一之间 零点一到零点二 零点二到零点二五 你有没有发现 这边如果说他打的折扣 打的折扣是零点二五以下 他会增加 利润的平均他会增加 有看到吗 有看到这件事 零点二五以上 他不会增加 他会减少 他是跑这边的 这个是什么 超过零点二五 请问这张图看得懂吗 因为我现在点折扣为零 所以点他 然后接下来画出来 他就分 例如说零以下 零到零点一 零点一到零点二 零点二到零点二五 超过零点二五以上 好 那请问一下 零点二五 零点二五 折扣越大 影响的利润 有看到是负数 这是很合理的吧 可以吧 你都已经有打折扣了 他的获利当然是减少 那在这个地方 如果我们看增加 增加的话 是不是 如果打的折扣零到零点一 也就是打的一折以内 应该说九折吧 应该说九折 好 看得懂这张图的意思吗 然后呢 他这边他就告诉我们咯 当折扣为零以下的时候 平均值利润 平均值利润 比折扣的所有其他值都高了 695.19的单位 因为你根本就没有打折 可以吗 你没有打折的话 因为他这边所指的零以下就是零 就是零 因为折扣只会有零到一之间 请问这样子可以了解吗 然后重点是最后面还有一件事 就是这个影响因素大约包含了72.26的资料 请问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假设这100笔每打折 打折为零的资料呢 72.26%就是有72笔 服从 服从 因为没打折 所以他利润是增加的 有听懂哦 有听懂我的意思吗 好 那我再解释第二个 我解释销售额好了 销售额 你看当我点了销售额 我们是不是把销售额区分为 442以下 442到4万 到 到这个应该是 反正这边就是 442到 5 33 533到 810 846 846到1521 然后1521以上 可以吗 好 请问一下 这边 这个是不是最高 这个是增加 这都是增加 因为销售额是不是都大于零 可是 有没有看到 销售额 销售额要在1521以上 它的利润 利润是增加比较多的 当销售额额超过1521的销售 当销售额超过1521的销售 然后它的利润平均获利利润 会比其他的值高出 560.69个单位 就是这个中间高了这么多 这中间高了这么多 然后服从的比例多少呢 28.7%的资料 请问这件事情听得懂吗 我还要不要再解释一个 或者再换一个方式来解释 讲解让我们听得懂 我们销售额 销售额它把它区分为5个区块 5个区块 其实我这1万笔资料里面 我们有有卖 销售额有442以下的 其他的资料比数不多 不多 然后这边 这边有看到有442到533 这个之间的 然后有533到846 他就把它分成这几个类别 然后把它群组起来 就算出来 超过1521 超过1521的有多少呢 有这么多 然后他画出来的东西是什么呢 就是利润 利润的平均值 有看到吗 利润的平均值在这边 这是610 然后这个是多少呢 这个的最高值是135 610减135 这就是他增加的 增加的幅度 所以在这个地方 所以在这里 我们就应该可以看出来说 我就是要 卖这么高 我的利润才会 增加很多 就是公司 公司的销售额 跟利润的关系 我们应该 我们应该朝向高单价 就是把单价 高一点的产品 来去做销售 我得到的利润才会增加 可以吗 请你们用现在这样子的方式 来去思考 这一个资料 让你们动手来去做 这就是关键影响因素 真的看到这个东西 哇 那个PCA 也不用做了 如果你念 如果你念 那个研究所的话 那个光是一个PCA 可能就会让你 很痛苦 一段时间 关键影响因素 它很简单 就是 翻期 翻期就是你的 叫outcome outcome只能放一个 你要分析的结果是什么 老板关心利润 我当就是把利润放在那边 剩下一个是什么 说明依据 说明依据就是看你到底想要分析什么 例如说 我现在 我想要知道 那个 比如说PM2.5 到底跟哪几个气体 是有关系的 我们气体 空气里面 是不是有 汉乃亚克 善酮 一堆的气体 然后再来 气体又会结合 比如说有 一氧化碳 二氧化碳 臭氧 很多 好 到底哪些跟 好像刚没有那个 有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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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关键是 下手就可以有 不是安装最新版的软件了吗 对 这还是 好吧 这边有 你说你 这个有吧 那 他有 这个是那个 新的 对 可是 一开始有 印象 另外 下手 好 那 我们就先跳过这一段 哦 因为关键影响因素 请你们回去 多听几次 对你们只会有很正面的帮助 真的 关键影响因素 我觉得他真的蛮重要的 我觉得他真的蛮重要的 好 继续 有没有发现 他这边画出来 他画出来 就是说 这个 这个 之所以能够画出来 在这个地方 折扣为0以下的 画出来 这个是404.68 对不对 然后这个呢 这个呢 这个是 571 571 572 404 就算400 572 就算580 折扣为0以下 嗯 嗯 他的意思是说 这边 这边 这边是不是404 404 然后他跟这个平均 平均 负282.69 他跟负282.69 来去做比 他多了695 就是404再加上这个 就是整个的这个绝对范围 绝对范围 然后这样画出来 他在这个 这条线上面 他跑到蛮右边的 然后这个呢 他是不是稍微小了一点 这个是不是又小了一点 请问这代表什么意思呢 他才是最主要的关键影响因素 他只是为了告诉我们这件事 利润的平均总增加 平均增加 这个 折扣为0以下 就是不打折扣 会增加利润的最关键因子 是 利润增加的关键因子 是 是 折扣 那请问一下 减少呢 减少利润 减少利润的关键影响因子 也是折扣 就给他0.25 就是打75折 可以吗 这 各位应该可以理解这件事情 所以请你们回去来去 思考一下 这真的还蛮重要的 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会知道说 你到底应该要去 增加折扣 还是减少折扣 该不该打折这件事情 来去增加利润